中国的筷子永远不可以把它做成是煎的筷子 中国的筷子和日本的筷子有什么区别 很早以前的时候 有这个日本的朋友来问我 说你们中国人也使用筷子 我们也使用筷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后来我说那不一样的地方太大了 我们中国很讲究文化 然后我就把这个筷子拿了 这是中国人用的筷子 一头方一头圆 这是日本的筷子 不管上面是什么样的 下面永远都是煎的 那它为什么会是煎的 它是因为在它的饮食过程当中 它会加一些比较滑的一些东西 不太好加 比如说磨鱼啊 那怎么办 它就把西方的叉子的功能 挪到了这个筷子上来了 或加或差 但是中国文化不允许这个样子 中国的筷子永远不可以把它做成是煎的筷子 为什么 是因为在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当中 吃饭的时候不允许扎东西 因为扎插是另外一种文化 中国管叫明文化 明文化是什么叫 就是英文化 是祭祀的文化 也就是俗话来去讲 就是祭奠死人的时候才可以插东西 所以中国人是因为饮食当中不允许插 因为这是祭奠死人的这种文化 所以中国就永远没有尖的这个筷子 而日本没有这个文化 它为了方便起现 才把这个筷子变成了一个尖的这个筷子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记得一个筷子 就好像有没有尖的那些筷子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筷子